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说个故事 你一定听过财神 财神是一位非常受欢迎的神明 可是你知道究竟谁是财神呢? 今天要讲的故事,财神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年轻人叫做沈三 他是以打鱼为主 是位渔夫 他虽然没有什么钱,生活也过得很辛苦 可是他每天认真的工作,从来都不叫苦 天气越来越冷了 河里的鱼也越来越少了 沈三还是一如往常,每天认真的工作 他把网子撒了出去 过了一会儿,收网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黑漆漆的大盆子 沈三不气馁,又继续撒了几次网 还是什么都没有 于是沈三只能带着这个大盆子回家了 回到家之后,沈三随手就把衣服丢到这个盆子里 然后就睡觉去了 第二天,当沈三起来准备要出门 到盆子里去拿衣服的时候 他发现,哎,我昨天不就扔了一件衣服吗 怎么变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怎么有十件衣服啊 这真是怪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黑盆子呀 沈三决定要做个实验 于是他把家里剩下的红薯丢到盆子里头去 结果没有想到 这个盆子竟然可以变出十个红薯 沈三知道自己得到了一个聚宝盆 他决定要跟邻居们一块儿分享 村里面的人都非常好奇 他们把各种东西都放到聚宝盆里面试试 结果呀,每个东西都比原来的数量多出了好几倍呢 因为聚宝盆可以变出用不完的财富 所以大家都叫沈三财神 希望他能够给自己带来财运 结果啊,这样的好事情就传到了县府官衙那里去了 他连忙的叫沈三把聚宝盆带到衙门去 县官呢,急急忙忙的把金元宝给丢到这黑漆漆的大盆子里头去 结果他看到出现了十个金元宝 他简直是笑得合不拢嘴了 县官夫人也把自己最心爱的法钗丢进聚宝盆 当然法钗也顺时间变成了十只 县官以及县官夫人 见到这么神奇的事情都决定要把聚宝盆占为己有 沈三,你在我的管辖里得到这个东西就应该归我才对 所以东西留下,你走吧 村民们知道之后都非常的生气 不断地向县官抗议 一时之间衙门吵吵闹闹的,连县官的爸爸都出来看个究竟 一不小心,县官的爸爸就跌入到了聚宝盆 你也知道,一个县官的爸爸跌入聚宝盆 就变出了十个县官的爸爸 那究竟哪一个才是县官的爸爸呢? 我是你爸爸,我是你爸爸,我才是你爸爸 哎呀,争吵不休 就在这个时候,沈三赶快拿了聚宝盆溜走了 从此之后,没有人再看过沈三了 财神